現在有不少老人家 每天都要靠撿紙皮維持新計 退休生活完全得不到保障 有團底就批評政府 現時提供的安老保障不足夠 建議成立500億元的總子基金 相信可以幫長者的退休生活得到保障 例如整個結合的制度 生可金、縱援、強積金 是否一個可以足夠令到全港市民退休 都有一個最基本的保障制度呢 我想這是一個過去政府不是很肯拿出來 討論或者思考的問題 現在這種所謂三條支柱的退休制度 我們就怕不可以持續 這個我們比較擔心 而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彰明就說 同意這個方案 並且說已經跟勞工及福利局講過 預計在兩年內正式推行項目研究 另外他又說 政府有必要在今假任期內 提出安老保障計劃 給下屆政府按着框架執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也不知道 怎麼可能 ... invested